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我們一再的要求說 立法院要改革 立法院要進步 不要在 朝野的互相毀滅 我們要 和解共生 提高意識效率 全國的民眾 對我們立法院 有諸多的批評 而且立法院的形象 真的是跌落到谷底 所以 現在 很多人都說 國會的改革要從 朝野協商的透明化 這個部分 我們都支持 但是程序委員會 到現在都沒有改革 程序委員會 不是檢查機關 程序委員會是 就 議案的 安排 程序 來做處理 並不能每一次 程序委員會在這裡做 審查 行政院提案或者是委員提案 的一個檢查工作 國民黨每一次都 都藏著程序委員會的多數 去做檢查委員提案這樣的工作 這個是不對的 我們真的要改革要前進 要進步 程序委員會 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 從現在開始 我們做改革的 第一步 我希望我們回歸到 程序委員會的本質 委員只要經過合法 連署人數 的提案 或者是行政 院會送過來的提案 我們程序委員會就禁止的 把它排上院會裡面去 不要做阻擋 不要做 檢查人家提案 然後 予以杯葛 或者不跟人家排上院會裡面去做報告 希望 現在發生了 監聽事件 現在朝野 也都為 整個國會的意識 希望能夠提升效率的時候 請 國民黨 讓程序委員會 回歸 本質 讓程序委員會 可以順利開會 不要再擋 人家委員 辛苦的 努力的修法 去連署 所做的提案 我相信程序委員會如果回歸 他原來的工作的話 回歸他的本質 也是朝野 和解共生 向前邁進的第一步